这几年女演员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杨幂和赵丽颖了,这两位无论是颜值还是作品都让观众非常的肯定。 除此之外呢还有杨荣,杨荣最近可以说是非常让镇魂女孩们羡慕,原因就是杨荣和朱一龙、白宇的亲密合作了。 但是随着杨荣人气上升,也是招来了很多人的吐槽,杨荣名气随着沙海的热播又一次被网友铭记,很多网友都非常的看好她的演技。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杨荣都三十多岁了,还在装唇眼少女,这一言论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杨荣也对这一事件在微博上发了一篇签字文以作回应。 这一签字文直接撕开了中国女演员现状严重畸形。杨荣是第一个撕下这块遮羞布的女明星。 一、影视角色没有灵魂,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角色的灵魂是观众能不能记住这一位演员。 这一个角色的关键,一个演员的演技就是看能不能演出这个角色的灵魂。 他用张子怡的话说,就是演员对角色的信念感,也就是说,一个有灵魂的角色必须是一个演员自己相信的角色,一个有过去,有未来,有存在意义的角色。 但是现状就是好演员有,好剧本基本没有。 这样的现状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真正能激发观众内心感触的剧本没有。 更多的是那些仙侠剧,玄幻剧,角色都是为了剧情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表现生活,表现社会而存在的。 这样的角色,这样的剧本只能靠演员装的来完成。 就像质疑王传军接烂线时,为什么不自命清高时,王传军的回应让人看了之后非常的无奈,都是为了生存,只能是学会适应。 二,当下的环境不允许演员老去,装嫩老不起,成老戏骨又老。 不到网上很多人说,看不定杨蓉的戏路,同期出道的谁谁都演孩子妈了,杨蓉还在这装嫩,之类的。 这样的言论纯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下的影视宣环境里,想演女主旧的是装嫩,因为没有剧本去描述一个三四十岁中年妇女为主角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独立女性却是现在很多中国女性的标签,正如韩剧《迷雾》中的女主角一样,全凭自己打怪升级,一步一步升直加薪,从而走向了人生巅峰。 看过这部剧的人都是纷纷表示终于有了一部为中年女性代言的电视剧了,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国内却是没有的,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剧本。 这些女演员才纷纷不敢老去,国内像杨蓉一样的女性还有很多,甚至有几位演技精湛的实力派女演员就陷入了非常有名非常美但是没戏演的地步。 像是余飞鸿、袁玄、丛黎都是因为装嫩,已经不行了,出演那些大叔大妈的角色又老得不够,这样的年纪是真的尴尬。 三、国内市场的现状就是崇拜少女。 独宠少女像杨蓉一样过了三十岁还一直在荧幕上,扮演少女形象的女性真的不少。 杨幂三十二岁,唐嫣三十五岁,范冰冰三十七岁。 这些人不想转型吗?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剧本让她们转型。 即使是杨幂的谈判官,依旧是以二十多岁的职场女性为蓝本的剧本。 如果她们真的去演中年妇女的形象你会看吗? 怕是早都把目光转向那些新进花带了吧? 国内的影视剧市场就是这样,崇拜少女,独宠少女,认为少女才是电视剧的精髓,却很少有一部能够刻画一个独立女性逐渐成长的电视剧。 对于杨荣的这次发生,我想很多喜欢电视剧的人都应该对她说声感谢,因为她真实地说出了现在影视圈的尴尬现状。 对于那些大女主的循环仙侠剧,我们真的应该说不了,中国影视市场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家觉得呢? 再见